你政策是好的 但是在私做的過程中 我就常在笑說 類似行政暴力太嚴重了 為什麼我們這個政策的地方 你們就偏偏要來幫我們做這裡 當時我們大聲 我們台西、海口的人 這裡都沒有影響 滅村滅農啊 然後滅產業 通通都影響到了 農地裡清楚可見的鞭炮痕跡 是阿嬤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個工作 到自家田裡放鞭炮 趕走蜜食的小鳥 阿嬤自己吃 自己吃到我四塊 都四塊 我早上一份 你不是在海市這個老人嗎 一天多放幾次鞭炮 暫時嚇跑小鳥 多少保住農作物 但被光電大軍擋住的日照呢 五年前 屏東縣新元鄉的農田水尊 蓋起了整排光電板 錯誤成長所需的陽光 都被光電板遮好遮滿 五年來每天坐在田裡哭 七十多歲以農維生的阿嬤 從來沒有這麼苦過 有啦 以前我才會吃虧 我才會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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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不肯 把他們吃虧 同一個時間施肥 位在光電板陰影下的作物 卻相對弱小 農民損失慘重 他們海北上行政院抗議 1月30號 農水署副署長到場勘查 當場承諾 如果光電板影響到農民的日照權 就必須取得農民的同意書 這是簽到嗎 這是簽同意嗎 有同意書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 同意書在哪 農民指控光電業者 到現在都還沒拿出來 更擔憂的是 不知道災害何時降臨 就在我們採訪的當天凌晨 屏東萬丹泥火山再次噴發 熊熊烈焰往天空直竄兩公尺 伴隨著不斷噴出的泥火漿 泥漿很快的灌滿附近的農田水順 我們這裡就是金泥火漿 金就是說他這裡會踏 踏這個土 他要輸圓 要輸圓便來把我們鑑定 水盾搭建起一根又一根的鋼梁 兩米高度融得下怪手進入書盾嗎 萬一累積泥漿塞住了水盾 會不會塞著塞著就塞成了 不定是炸彈 我們百百水災 我一區的蟲 都說鋼而已 都沒人過我的蟲 他們如果沒什麼錢 如果大水下來 還是什麼的 他們這裡得到的 然後有我們的蟲 農民的憤怒其實已經累積多年 2020年家園就開始變掉 雖然是屏東縣新圓鄉 通往納谷塔的道路 原本路旁有50棵左右的大樹 但就在2020年 他們全部突然被腰斬斷頭 有很多人都要去翻牆 不然還要去翻牆 業者不讓大樹有活路 擔心它遮住陽光影響發電 如今僅存的樹幹變成當地人 口中的大鑄箱 插在原地 彷彿在搖替著恢復式的過往 你就要跟人在林田 大家要有溝通 對不對 要看這個後面是要怎樣 他們都沒有溝通 沒有溝通 一直蒸 工店也是一個經濟 對於綠人業者 可是農民的生計也是一個經濟 可是到底誰擋到誰的財路 農民是先在這裡的 供電是後面來的 那為什麼是農民走供電流 那所以屏東這邊還會在其他地方 這個還是要去了解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就要改變 尤其是冬至協陽的時候 你最舊都要路3.7公尺 你頭上舊不到嘛 你不要去跟人崩壞到人 台灣以農為本 農民權益 糧食安全 不能不顧 但蔡政府開定目標 2025年 太陽能裝置容量得達20GW 目前只安裝了10.22GW 還有一半得趕進度 其中7.63已掌握暗員 正在施工獲走行政程序 不過仍有2.15GW的缺口 需要解決 大仙道鼠為了達標 搶地 重電 亂象橫生 看看加東黑珍珠傳奇 過去的狀元地 早已被光電板全面入侵 在自家蓮霧田裡 來來回回 要把雜草連根拔起 自從隔壁農地 蓋了光電板 就有除不完的雜草 拼命的往它園子裡爬 它的方向是往 從我這邊發過來 這都是光電業者 它現在半年除一次草 它根本 這個山頂差不多2、3個月 就這樣 你看 裡面的草 比人家更高 它也還不會除草 掌草清晰除了又除 原子依舊凌亂 還有大老鼠不斷地來 田裡翻土找食物 留下一個又一個老鼠洞 它掃回來它一直掃 因為裡面 土甲的筋 它會吃一隻 屏東沿海 東港臨邊 加東方寮四個鄉鎮 地勢低洼海水入侵 導致土壤鹽分過高 早年被認為是貧瘠之地 但農民仍舊孕育出了知名的 黑珍珠蓮霧 全體蓮霧 種植面積3024公頃 其中只有2085公頃 在屏東縣 產量達到34426公噸 佔全國產量的7成4 不過根據公開資料 現在光是加東鄉 就有200公頃的農地 變更為特定木地失業用地 其中三分之二 種的就是蓮霧 你已經減百幾公頃的時候 只要加的工作機會 減以後你後面要補的人 其實是賣在賣的 拖運嘛 然後還有搬運的人力 或者是紙箱 或者是一些周邊產品 它整個會比較沒辦法 維持原本的那種狀態 有時候產業它在地化 它也不是說這個產業 不能夠讓你蓋好 但是它可以穩定一個地方的安定 花了幾十年建立起來的黑珍珠在地產業 面臨史上最大危機 其實早在2020年7月 農委會就宣布 不同意小面積農地 變更地木重電 同時將大面積的地木 變更許可權收回中央 被光電業稱為七七事變 那為什麼屏東縣 一個地方政府 還能任意變更農地呢 原來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之後 農委會配合釋出土地 同意在嚴重地層下陷區內的 38個不利耕座區設置綠能 不利耕座的這個東西 是早期的時候 那時候就已經公佈了 農委會這邊就把它 化為那個大概2000多公頃 是可以去利用的 農委會限定只有不利耕座區 才能設置綠能 就是擔心嚴重地層下陷區範圍太大 如果通通開放 將會損失大量優良農地 檢視屏東縣的不利耕座區 只有495公頃 縣府認為未達光電鋪設目標 把腦筋動到不利耕座區以外的 嚴重地層下陷區 請行政院出面 和水利署及農委會斡旋 最後同意讓 屏東縣府在嚴重地層下陷區 變更地幕 並把目標設定為 800MW發電量 就將過去兩年來 在屏東沿海四鄉鎮 大片狀元地 果樹變成光電板 林物產業受衝擊 在地人生活走變 農民支持用閒置土地種光電 但對點的選擇 政府能否再評估 別總是育民爭地 大台車的入味 農地很多都做 大台車不會入味 那些都不做 以收入來看 地主租給光電業者 每一公頃收入40萬元 比出租給其他農家的 年收10萬元 高出四倍之多 對老農地主來說 何嘗不是誘因 只是農家第一線反應的問題 無人能解 你政策是好的 但是在施做的過程中 那個 我就常在笑說 類似行政暴力太嚴重了 你一開始沒有做過這些東西 你現在一做下去 有問題 反映出來 你應該是可以去改善嘛 但是你好像就 他整個行政團隊 是沒有去做這一點的改善 行政溝通不夠細膩 但綠能發展又迫在眉睫 想要雙贏 不是沒有解放 我覺得在台灣農地 如果你來做地面型的光電 我相信越來越不受歡迎 我覺得把農業好好做的基礎之下 建立溫室 溫室是全世界的目標 鏡頭轉到雲林麥寮 遠遠望去彩虹建築 屋頂傾20到23度 就是為了要讓光電板 吸引到最長時間的日光 邱興富的農場早在2012年 就把太陽能發電結合農業 農電共融 它必須是一個農業有發展性 才能夠存在的項目 如果農業沒有發展性 那其實農電不可能同時發展 農電不只要共生還得共融 這是邱興富的理念 他建立農業團隊一一測試 尋找最適合在光電溫室裡成長的作物 我們過去種了10年的鍋 台灣市場可以做很大 那我們同時間也發現日本市場 需要量很大 它一年需要4000噸 從中國大陸進口3000多噸 那我覺得我們的產品品質可以 所以我們就準備想要去公共日本市場 那韓國市場也是一樣 除了桂鳥 它的溫室作物跟著季節走 每年3月底前生產白貝黑木耳 4月開始是珊瑚菇 它和連鎖餐廳合作供貨 也把自家農產品做成食品 穩定市場需求 還有做菜會用到的 將歷經10年研究 將從露天走入溫室 在室內用一種離地栽培的種植方式 在太陽能溫室之下 它可以保護 所以它的風雨影響會小 它產量就會穩定 品質也會穩定 農家出身秋幸福 還提供就業機會給返鄉青年 先穩定了農業成就光電 也能安定地方發展 很多人以為秋幸福只是農場主人 但他也是太陽能業者 如果他沒有農業的解決方案 他要做這件事情 可能會引起一些負面的評價 農業要發展得好 財能發展綠電 臨近國家日本 也是這樣的概念 以農業為主 綠能為輔 農地不得輕易變更 為了避免影響農業生產 光電板的支柱高度 必須在兩公尺以上 遮蔽率要在28%到33%之間 比台灣的40%更低 在光電板下的作物產量 也需要達到平均收成的80% 加上日本積極讓在地居民參與 獲得了不少正向回饋 只是當光電板進入農地 對台灣的傳統農業 就是一大挑戰 農委會跟台電這邊結合 有一個試驗的 這個在我們的專家裡面 是非常謹慎 光線的平均的這些照射 這種都要刻薄 那今年的 以我們台湯的土地來看 今年三月開始 就會做種植的工作 什麼樣的作物 大概像有種 地瓜 狼尾草 蒲瓜 官方實驗的農電種植計畫 要到2023年底才有結果 只是光電政策早已上路 配套總不能總是落後 尤其農民損失已經血淚斑斑 事實上我們過期沒有經驗 所以會造成很多的疏失 農民還有其他相關人 可能求償無門 業者他也說 我有遵守你的法令 問題是我們那時候的法令 是不周全的 那這時候我們如果能夠 透過一個保險的機制 來做一個補助 或者是賠償 來減少相關利害關係人的疑慮 學者建議可以用回收基金的概念 建立保險制度 如果光電業者造成農民 或地鄉人損失 就可以賠償 也才有利光電政策 繼續實行 不過農民和光電業者的糾紛 該向誰反應 使農委會還是能源局 或者地方政府呢 陷入了三不管地帶 你的在發電賺錢 我的農作是沒了 那我到底是該找能源局 還是找水利處 其實就在到現在 我們不知道找誰 我說不知道找誰 是誰到底能負責這些事情 我們也碰到有些議題 不是經濟部的議題 我們也需要高層 跨部會的高層 行政跟成績的高層 其實我們有一個 叫做三級的協調機制 那第一個當然是 第一部當然在能源局這邊 所以能源局跟地方政府 有一個工作小組的會議 那我跟業者跟台電 有一個三方平台 經濟部 農委會 內政部 跨部會協調不是沒有 行政院副院長也曾召集討論 只是衍生爭議層層亂像不同 在總統令下光地2025年 倒數往前衝的同時 也許可以停下來 往後看一看受衝擊的人民 是否還留在農地裡哭泣